谢贤为何在床上都要戴墨镜?谢霆锋直直无无说出真相。 迎来到我的新浪看点空间,让我们一起追踪最新咨询。 最近大家一直都是在讨论谢霆锋,却忘记谢贤这位老大哥,可是谢贤一直都是戴着墨镜,让大家很是好奇这位的庐山真面目,感觉好久都不曾看到谢贤的样子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有网友表示谢贤在床上的时候还戴着墨镜,不知道这样Coco会不会介意呢? 对于这个相差49岁的恋情,一直也是娱乐圈的热门话题,不过现在老牛吃嫩草的行为,也是越来越多,对于谢贤这样的老大哥,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无可厚非的。 谢贤的巅峰应该是从50年代开始的,而到了90年代谢贤就慢慢地退了下来,很少再有作品,但是关于活动或者慈善事业,谢贤倒是没有少参加。 而现在谢贤的婚姓,也开始走上了谢贤的劳碌,但是作为父亲给谢贤的忠告,却也没有让谢贤听进去。 而不少网友表示,谢贤不管何时何地都会戴着墨镜,很是好奇到底是为什么,不过自己的儿子谢霆锋却非常的讨厌戴墨镜,父子俩人刚好相反。 之后在采访谢霆锋的时候,也问到谢贤为什么一直到墨镜,谢霆锋当时也吱吱吾吾地不愿意说出来。 之后谢霆锋在节目上把墨镜摘掉过一次,原来他的眼带非常的大,看上去眼部的四周看上去很显老,一样骄傲的谢贤为了可以年轻一点,只能每次都戴着墨镜。